这个原本是布料行的老板 转行开起了面馆 但是接连搬了四次的家 他却是越错越有 家传的檀牙炒面 已经变成了北投的知名美食 阿球无草外 十颗干外 一个大卤汤外带 烫青菜外带 又是个忙碌的用餐时刻 还不到中午十二点 面馆里已经黑压压一片 其实现在店里所有卖的东西 都是爸爸小时候 非常普通在家做给我们吃的 做面条 煮牛肉面 鸡肠碌碌催促着国产起落 煮面 炒面像是接力赛 一碗接整一碗 郭焕智帮着内场 姐姐 郭焕文 伊丽站在台前招呼客人 笑容像是呼吸 再忙都不忘挂在脸上 姐弟俩把爸爸拿下的面馆 经营得有声有色 铃鲁满目的小菜 层层叠叠地入味拼盘 一进门 眼球就被绑架 简直让人选择障碍大爆发 郭焕文对这些绿呀白呀黑的小菜 如数家珍 因为盘盘都是父亲的家常菜 黑胡椒猪肝 客人吃一盘包一盘走 真的 然后还有四双口味猪头皮 还有凉拌海睫毛 凉拌海睫毛 那招牌很清爽 夏天吃起来 听得到海风的声音 差不多二三十样吧 很多客人来 他可能晚上回家不想做饭 他就来我们这边 煮几个小菜就回去吃 酸甜、麻辣和海味 盘踞着味蕾 卤味拼盘里 有着二、三十种中药材 够霸气感横着走 就是因为别人放效不来的调味 重点是那个酱油 那个酱油是爸爸自己… 以前也是小时候 我们在家都在家吃这个酱 我们叫酸酱油 就是吃起来有点酸酸的 然后蒜泥很清爽 就是很甜甜的 木须肉丝炒面更是正殿之宝 中午瓦斯火力一开 阿龙的手就没停过 跟在锅爸身边学手艺 直到师傅点头 他才站上第一线 因为我们一天卖差不多两、三百个 所以一定要早上都要先把料备好 客人要的时候 新鲜的煮的面下去 然后再配炒的料 锅勺紧扣着锅边 再用夹子轻轻挑拨 双手并用的炒面方式 要让面条全面吃进酱料 但又不破坏 鼓流面体 没有什么学问 重点是这几个配起来就是好吃 没有学问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腌的肉汁 肉丝 对 但肉丝很香 就是姥姥教我们的 把蛋炒香是炒面低到功夫 当透出稠段般金黄又滑嫩口感时 配菜 大把大把下 高丽菜 莫斯 胡萝卜 腌肉 是鲜度最大保证 为了不让客人久等 9点就开始备料煮料 完成第一阶段工作 等到客人点餐 下了面条 就可以快速出餐 一直以来 姐弟俩就是负责底线工作 大厨老爸像是藏镜人 很是神秘 我爸爸比较害羞一点 比较 所以爸爸都不到钱 对 他不喜欢面对人群 吃得到却看不到 正好让山东籍的郭爸爸 专心在户场研发酱料 他原本做布料生意 遇上瓶颈 财务亮灯 才会把家传面食手艺 进入开间小店 维持经济运转 只是做餐饮和做布料 学问大不同 初期 未美却怕巷子生 一家人每天都在穷忙 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客人 然后 其实那时候也想要放弃人 那时候也想要放弃 因为那时候已经搬了 差不多一两个地方了 然后 还是对 然后都没有什么收入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这样还要弄吗 这样 然后后来 宝宝就跟我们说 就是说那我们再搬一次 如果还是不行 那我们就不要弄这样 然后后来就搬过去那边 坐在北方那边 就有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就比较有信心一点 一搬再搬 直到换了第四个点 有人能见度回头客出现 瞎忙 求忙才变成快忙好忙 这每天现做的Q弹面条 立下打工 在我们小时候 他不会喜欢去后面买面条 回来煮给我们吃 都是用自己拿面粉 然后加水来 货给我们吃这样子 也只要揉个很久很久 那个面才会Q度才会出来 我们有用高筋面粉 低筋面粉 还有太白粉互相调配 这比搭配起来就是刚刚好 就是做成我们的弹牙面这样子 对 就吃起来很弹牙 因为好吃的面 才有开店的信心 也才衍生出这么多好料 真或许是柔面加上军事训练 国患制 练就 强健背绑 为了帮家里渡过难关 放弃当职业军人机会 跟姐姐一起回家拼经济 原本是很白的 那等到快好了之后 它会开始有两边 开始慢慢变透明 慢慢变透明到中间这样子 每天的面的用量就不少 一天的量大概300多斤吧 时光飞逝 当年一家四口集民的小面馆 现在已经壮大 有了好多位伙伴 大家各司其职 各有手艺 我们的招牌菜 火水鸡是我们的招牌菜 拌一下酱油糕 调味料就是 它有加葱姜蒜 然后有我们的不辣油 花椒 它吃起来就是味道很好 所以会越吃越刷屈 很好吃 有的来就是必点的小菜 火爸爸满脑子都是家乡菜 但他喜欢创新 搞些小动作 把口味再做调整 让每一道菜都能接到地气 也充分展现他的大汉性格 豆瓣酱是我们用那个 亲戚家自己在外面 自己带的那种的豆瓣酱 所以很香 很香 就是用澳洲的花界大块 然后对 然后就是又软嫩 然后又入味 为什么肉会选择要不如大块 精品是爸爸的客气 对 就是可能就是山东人 牛建为主角的牛肉面 肉块大又厚 却能做到入口即化 厉害就在于 牛油 姜葱炒过后 还放进冰箱腌个两天半 用时间换取的美味 配上了新鲜面条 把食客的嘴巴黏得紧紧的 人家都说我们的面是 那个叫TGI Friday 就是面界的TGI Friday 你觉得很大 分量很大 欢迎光临 大口大口吃惊的好料 是国家人用时间堆叠起的人生滋味 一面走来 子女孝心肚敌潮 成功不是鸡韵 而是骨子里的那份韧性 就像是自家弹羊面条 遇到挫折 弹性在一起 终有浮出水面的那一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